聽到有這麼大的甲蠟,即是送福地,第一件事當然是開心,87公頃。 不過聽一下之後越聽越心寒。 因為這一個原來是這樣的,福地是87公頃,所有的錢是香港人給的。 接著就成立一間叫附屬公司。 裡面只有四個是香港人,三個是深圳方,接著三個是一起定。 不過重點說是國內的尖端人員。 老實實,到最後我們拿不知幾多百億、幾多千億來做一塊地, 接著就深圳和香港一起共同去管理。 你怎會有這樣的東西呢? 如果你是那塊地,是香港屬於我們可以去管理的, 那你就讓香港去做咯。 又要是香港到時扔一千,甚至幾千億出來搞了之後, 深圳就有隻腳在這裏。 老實實,你真是問一些香港的科技公司, 怎會有人去河套那裏做呢? 要不就在香港,找最近他自己可以請到人上班, 要不就直接在深圳那裏。 大家都知道,現在在深圳去做就沒有困難。 這個就是,我們叫做一些政治工程。 因為1月3號,林鄭差不多要選舉之前拿出來。 但我看下看下,有些事我也不想說什麼叫賣港求榮。 因為那條數去到今天都可以不告訴我們,不清不楚的,87公頃。 如果用現在的計法, 我估計平整,你肯定最好比我們估計, 一二百億走不過, 然後起了這麼多棟,我看你那個圖那裏, 看看所謂那個西九文化區搞出來就要三四百億。 如果看這個規模,成千億。都不止的,都不知賣不賣到單。 即是分中賣單一二千億。 做出來呢,到時要用呢,分中就是一些所謂深圳的大戶的。 你的名字都在那裏了,什麼華為啊,大疆啊那些。 即是跟別人做定搭樓,給深圳去用。 哪有些人做這些事情的呢? 能不能選擇。 也許是有 spec信。